太棒了 哇 这个简直了 帅帅帅 厉害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你们说不站起来吗 没在组 刚才那个演出的氛围 真的非常有音乐节的感觉了 而且你知道吗 盖 你加入这个告舞人 好像让我觉得 告舞人应该是有四个人的 没错 盖舞人 今天这个限定团很特别 因为这首歌是来自 告舞人 对 我们的法兰西多士 是 法兰西多士 很多茶餐厅大家都有点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视角呢 因为法兰西多士是比较稍微 重口味的一点的食物嘛 给我们形容一下 就是甜甜的 对 然后太甜了 就像素食爱情 我吃多了不好 告舞人里面其实很多歌 都跟吃有关的 像这个西多士 还有哈密瓜 对 哈密瓜 哈密瓜 你看哈密瓜就在这个 对 骨上面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爱吃的乐团 吃就是生活嘛 生活里面的一种 所以 因为那是每天在座的日常 所以想把这种日常融合歌曲 是我们自己的兴趣之一啊 我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首歌有共鸣了 对 我也忍不住 我就跟起来跳 然后我已经完全停止说 我去怎么分析这首歌 我就觉得从头到尾都让人觉得好爽快 听到这种音乐就是会很开心 而且会觉得有点饿 看到告舞人唱自己的歌真的超级的自在 而且这也是我们非常想看到的 你们在天赐留下这个舞台 你们在舞台上非常的自然 每一个设计 特别是我们的鼓手 他在中间的部分 哇 那个太帅了 在唱这样的歌曲当中 要加入一个人真的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盖厉害就在这里了 她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顺 刚刚那个西林说了 今天这个组合叫盖无人 太赞了 这真的是浑然天成的一个表演 告舞人是这两年应该算是最火的乐队了 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听权青唱歌 我知道了 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创作之外 然后他们的女主唱实在是太抓人了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 然后我觉得盖哥在里面好适合 我觉得他好像一个穿针引线 他串起了整场的表演 而且盖哥的身部在里面 就刚好补足了 对 对 今天盖的演唱 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么唱 哪种 老师 你比较丝滑 然后比较性感 性感 而且我觉得刚才龙龙讲的一句特好 你真的起到那种穿针引线 特别舒服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 大家所有人都在说犬青的声音 其实我要讲 云安的声音非常之重要 他的声音第一句出来就会告诉你 这是告舞人的场子 然后有一个编曲的部分我特别喜欢 就是你们三个在前辈的时候 忽然的那个转调 就好像我是一个站在party之外的人 然后那个转调就好像一把把你推进的那个party 完全地融入进去 然后这个感受是非常直接的 《盖舞人》这是第四首歌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 谢谢 谢谢 我们全新的限定团 盖舞人 现场的表演 就像我们的新专辑一样 带我飞 带每个人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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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压力来到了我们的佩妮这边 派出我们 谁 龙龙汪式王的创作 然后加上贺爷一起带来的《我想念》 贺爷我每次看你的舞台 我会挺感动的 而且我看到你身上就是很青春 所以我想跟你唱一些 可能跟青春有关的歌 因为我知道龙哥你本身也是制作人 我会去科普一些 你作为制作人的一些歌曲 或者说你给别人写过的 确实 那我其实有关注一首叫做《我想念》 哇 你好厉害 《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OST 我自己很喜欢 然后包括可能我的歌迷朋友们也很喜欢 在这个舞台上我拿出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 《我想念》你说过的那种永远 比我有多远 这个编曲它与原版不同的就是 它有很多推波助澜的东西 它有一些乐器上的一个情绪的辅助 它会把你的感情在最后全部宣泄出来 我觉得每一期我看到王赫野在真实地进步 他一直在练 然后并且我觉得最终的成功